《玩具TV》第29季第7集 其實這款產品都買了一段時間 不過真的沒有機會介紹 直著今天好像不敢帶太多東西 所以就變了由今天介紹 因為今天要有很多聊天的時間 沒錯 我自己來說 SHF Yood Calamong 這款產品真的是最好買 真的很漂亮 我相信如果大家縱使對於鹹蛋超人 有一定認識的話都未必認識 但如果你是一個死忠 什麼都看的話 你就會對於它區區的幾分鐘 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為它的出處就是銀河格鬥裡面 給貝利亞魔劍賦予了新能力的 Youtalaman Set的Deft Cream Rice Cloud 新的最終形態 嘩 整個名字都很巧合 因為它本身之前的IER最終形態 都是大家見慣見熟的 金銀紅藍色 但是這次它始終 究竟誰是主體呢 其實它才是主體 沒有貝利亞魔劍 就沒有這個Deft Cream Rice Cloud的形態 所以現在向前一點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令納納的貝利亞魔劍的造型 對不到招 給我吧 好 麻煩 其實貝利亞現在經常給一些 中的角色去使用它的能力 會不會將來有一集 可能會不會洗白 加入中的那邊 本身始終如果 就著劇情來說 貝利亞魔劍的出現 就跟貝利亞 唯一的關係是用了它的恩子 然後就在這個斷裂的空間出來 就成為了Z的配件 但是當然不是完全屬於這個超人Z 因為它的性格雖然不是奸 但是極度傑傲不純 所以有時打打一下 它覺得好玩和過癮 就會被敵人拿著 就扔回它 是他媽的有性格 但是當然 它跟這個Youtaramong Set都是合格的 所以變成 主要 不是一定 主要 都會是由Youtaramong Set去拿著它 我剛才不斷換了一隻手 直接擺前一點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這次的新的 我不敢說最終形態 我先說究極形態 暫時 可能會有些新的 因為它正常的Youtaramong Set 亦都有一個自己的最終形態 所以變成都蠻拿亂 Anyway 我喜歡看 看到其實造型 當然它跟這個Youtaramong Set的 Death Cloud Rise是一樣的 但是 你這次其實看到它的主要配色 就會轉為黑色 可以舉高一點嗎 黑色金屬 反光和亮 即是啞色和光澤的交錯 再用了這個暗金 好華麗 還有一個金屬藍 我覺得很有黑金股家的感覺 其實坦白說 鹹蛋超人和無味超人 其實只有幾度版虎 今天不肯對焦 版虎還版虎 好 弄出來美麗和試鏡 這件事就完結了 這次是很美的 很美啊 所以變成我自己來說 應該都是2024 Best Buy 是啊 因為我不是鹹蛋的粉絲 我看到它這個顏色 造型 2024 Best Buy 2023 謝謝導演的提醒 我看到還有一些配件 還有一把貝利亞劍 這件事很吸引 還有這把貝利亞劍的 魔劍的搶氣程度 是搶氣到一個點 是的 那我們也給觀眾看看 究竟它還有什麼配件 直接讓大家看看 只是說手型 我這裡已經用了一個 十三隻 二 四 六 八 十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三隻手 還有一個紅色胸口 計算這隻手 十四 再加上這個無能源的 紅色閃燈胸口 我不會換的 還有這個 這個紅色的死缸 傑斯帝母死亡爆裂 這支東西叫做 超必殺 傑斯帝母死亡爆裂 是非常非常非常正的 當然了 外形沒有挑剔 究竟可動性是怎樣 好 其實一貫的鹹蛋超 的可動性都是一般的 而且這次有些肩膀夾 也有一點點盔甲 會不會又再頂一點 直客視 因為我真的沒有玩過 向後 看看頸部 好像機過癮 看著這裏 嘩 這條頸會藏起來 後面有一個 有一個 本來後面有一個 好像頸棋 對 對 會藏起來 好 向前 絕對沒有問題 向後 對 藏起來 好厲害 好玩 好厲害 不敢說 當然 你會看到 由頭 頸 頸 胸 這三節造成 而後面這個頸位 亦都分了 可以把這個後頸位 放進去 令到它 輸少一點 令到它向上 額高一點 好厲害 好 另外 剛才擔心的肩膀 最高可以頂到這個位置 所以 垂直的 都能達到差不多90度 或者我都可以當作90度 因為這裏遮住 我覺得未必大家看得很清楚 它同樣地在後面 做了一個 拉出色的關節 是令到它做這個十字死光 那時候 肩膊位 是可以盡量貼回心口 合格 當然 每一隻 鹹蛋超人 它在這個上臂位 始終都很難做到一個橫切 所以 它就會在 手肘位下功夫 是在這裏做一個橫軸 令到它可以左右動 當然 前面也是一個蝴蝶關節 所以 對摺 是大約一百度左右 足夠你做十字死光 而這裏也用了透明件 除了眼、胸口之外 前臂的護蝶 都是用了透明件 有幾個很漂亮的透明件 後面噴了一個銀藍色 當然 剛才說的十四隻造型手 不需要多說 那些一貫的球型關節 除了很漂亮的造型之外 因為向後 是一般的 所以 做一個飛行型態 其實 不算很漂亮 但至少它沒有穿崩 對 我剛才想說 其實拉到盡 都可以補足給你 對 後面當然沒有問題 沒有穿也好 對 但向前的話 也沒有穿 不過幅度也不大 對 沒有穿不上肩 沒錯 這很厲害 看到可動大致上 當然 始終在蝶位和腰位的空間 反而左右移動 你會看到 腰和胸 胸和蝶 始終都是兩個不同的波裝位 亦都遇到一些空間 去做可動關節 所以 這裏就移動得更漂亮 達德哥 我看到它的腰側 然後胸的上下位 其實都有很多上色位 會否容易刮 其實 又不算很容易 不過 玩的時候 小心一點 也會好一點 因為金色一刮 也會很心製 當然 其實它在上胸和腰 都會預留一些空間 未必會迫得那麼緊 不過 你有時動的時候 沒錯 看看腳 當然 大家習慣SHF的 拉側一點 向前踢 就會做到這個90度的踢腳 不過其實腳已經是側了 大家要留意 因為它本身在這個大腿位 都做了一個橫切去轉 那你向前踢 那時候 是不要找這個大腿外側的甲 頂住屁股的位置 動一點 向前踢 便自然可以踢到這個90度 膝蓋 膝蓋 大概都是95度左右 去到這裏盡 雖然是一個蝴蝶關節 不過 它的小腿都挺操作 其一 其二 亦都看到它的造型都漂亮 膝蓋 夠玩 對 夠玩 前面的小腿護甲 同樣地用了透明件 後面噴了銀藍色 就有這麼漂亮的效果 腳腕就完全不用擔心了 除了本身看到一個 Ball joint可以左右動 打斜動 說打斜動 很厲害 因為它本身是一支 直軸插在腳掌上 所以左右動 很厲害 鞋頭亦都可以照樣向上動 這裡沒有寫 Carmine RIDAR 所以可動性來說 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可否做到一個 LIDAR CAKE 這裏都可以賺一賺 原來這裏都上色 對 大腿的筍 對 連Join位都可以上色 OK 不過這裏設定了少少 好 背仔在後面也有 對 輸少些 這裏現在賣多少錢 都是四五百元 其實我看不到 是嗎 當然 既然 既然 玩開 就 裝上它的 partner 哎呀 成功了 不過它這裏 雅金色呢 我又覺得幾舒服 它不是很華麗 不過就好像都 又不會很膠 都幾靚 我覺得這裏 始終我想它 你見外甲來講 都是一些軟膠 當然 大家熟 行情的可以 給多一點資料 它這裏 類似 算不算是PVC 不是ABS 那麼硬 你未必可以用 那麼金的顏色 對 但這裏也夠美 我想這裏設定 都可以 不好意思 組裝位歪了少少 所以我 要想辦法 先走一走 才可以吸收拳頭 看一次的小光 陳德哥在玩的時候 前面還有一個十字 它不是就這樣打平 你看旁邊 好尖 好像魷魚乾 好像一個 魷魚一樣 哇 挺有型的 因為本身它的 碗關節左右 不停的 我好難拿到一個 中間位的招呼 我來 等等 不用幫忙 不用煮 那麼這套東西裏 它做到這個 這麼強的形態 它是對付誰呢 它是打 一些高級的雀仔 因為本身它都是用一些 亡靈狀的敵人 又不算對一些很強的對手 我以為它要招呼什麼人 要用到這麼強的形態 但是 多一句 有這個貝利亞 整件事又真的不同了 哇 哇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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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缸的鵝樹 我不特意再弄了 轉一轉 重點 都是這個 背部也很漂亮 先看看背部 先 多謝Ricky 支持 多謝Ricky 謝謝 有緣的 你在街上看到的 又覺得不錯的 就自己搞定它 我來說 真是一個 很誠意的推介 對呀 這個角色很漂亮 因為今天 比較想說 多一點點 吹水 所以變了 好 稍後見 稍後見